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蕾志華 現在我身處於港麗酒店其中一間房間 跟大家拍這條視頻 今天也是我走一個假期,宅度假 趁今日我有空想跟大家說回 七大工業國較早前開完會 今次七大工業國高峰會議的結果成不成功 坊間已經有很多評論 所以今天我拍這條視頻 不是跟大家說一些新聞 只不過是將一些舊文我再跟大家分析討論 在我未答正題之前 希望大家能夠訂閱我 免費的蕾志華聲音雜誌頻道 還有給我一個like 以及按鈴鐺 還有希望大家能夠把我這條視頻分享出去 多謝各位 拜登上任以來,大家都知道 他喜歡玩群黨欺凌 喜歡群其志同道合的豬憑狗友 然後一起想欺凌中國 所以七大工業國高峰會議 大家都是相當注目的 大家都是很關注 究竟拜登這個計劃可不可以成功 其實大家從新聞報導 已經可以知道 法國總統馬克倫已經多次表示 他不會選邊站 他不會聯同歐盟其他國家對付中國 但同樣來說,也不會偏幫中國 所以他在七大工業國會議之前 他已經說了 他就說希望歐盟在印太地區的防務問題上 既不要成為中國的附庸 但也不應該跟美國結盟 還有馬克龍也是呼籲北約國家 叫他們認清目前的敵人 法國的表態其實再清楚不過 馬克龍根本就覺得中國不是現在歐盟最主要的敵人 最主要的敵人應該就是俄國 以及他也認為他們不應該跟美國聯繩一線 對抗中國 除了馬克龍表態之外 其實大家也可以看到 意大利方面他的立場也是較為走中間路線 同樣來說也不願意跟美國結盟而得住中國 至於德國方面 雖然總理馬克爾並沒有明確表態 但大家應該知道 其實德國跟美國一直都有心病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很早前 德國已經跟俄國達成協議 將俄國的天然氣直接輸到德國那裡 這個計劃是受到美國極力的反對 甚至較早前 美國更加是因為這件事而制裁德國 所以德國相信也明白到 如果一面倒靠向美國 對他們來說絕對是有百害而無一利 所以由於七大工業國可以說國懷鬼胎 所以今次雖然七大工業國在比利時布魯塞爾開完會 而且亦公布了一個聯合的公布 但內容可以說是了無新意的 內容是說什麼呢? 他們說將會繼續在共同關注的中國相關事宜上互相協調 包括了什麼呢? 包括了新疆、西藏持續的侵犯人權 和香港的自治和民主被侵蝕 他亦認為現在中國利用經濟去脅迫其他國家 以及失實的資訊宣傳 以及南海、東海的狀況 他亦強調台灣海峽的和平穩定是相當重要的 好了,這份聯合聲明大家可以看到 幾乎每一句都是衝著中國而來 根本他們不是開七國的峰會 他們是開針對中國的峰會 但是峰會的結果 大家都是表面上同意互相協調 並沒有說互相結盟 更加沒有說將會互相聯成一氣 對抗中國 所以坊間大部分分析家都認為 今次的峰會對拜登來說 根本是一項挫敗 並未能達到他心中所想 但表面上大家都可以看到 七大工業國 大家似乎是聯成一氣 大家仍互相合作 並不是一盤散沙 只不過今次聯合公佈 內容相當溫和 根本都是象徵式 我估計未來來說 大家並沒有實際行動 拜登開完七國峰會之後 他在上星期二 去到歐盟總部出席歐盟美國領袖峰會 會晤了歐盟委員會主席萊恩 以及歐盟理事會主席查理斯米歇爾 今次他們的會晤 他的矛頭指向世衛組織 但最後都是針對中國 他們強調將會合作改革世界衛生組織 以及他們表示 下一階段疫情起源的溯源必須透明 大家也可以看到 似乎拜登除了希望能夠聯成一氣 與西歐國家聯成一氣對抗中國之外 另外他亦想在新冠病毒溯源問題方面 又再舊調重彈 又再希望在這方面 能夠找到一些證據去針對中國 甚至想趁機借這個機會 找到一些藉口向中國挑釁 究竟他的預算盤能否打響呢 現在拜登已經下令美國中央情報局 搜集有關這方面的資料 希望調查新冠病毒起源是否來自武漢實驗室 相信這方面未來三個月便知道分曉 好了 七大工業國的反應 我相信拜登雖然表面上並沒有不滿意 但暗地裡他也知道他的雨線盤打不響 所以在今次會後他亦會誤了普京 希望與俄國重修舊好 至少雙方關係不會處於低谷狀態 現在雙方同意重開使館 相信拜登亦希望與俄國關係緩和 和友好一些 從而令俄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漸漸疏遠 但我相信普京絕對不是省油的燈 他絕對不會中拜登的計 他亦知道拜登現在希望離間中俄之間的關係 所以過去來講普京已經多次強調 他就說現在中俄雙方的關係 達至有歷史以來最緊密的階段 所以就算未來拜登真的能夠聯同西方國家一起針對中國 相信中俄就會聯成一線 一起對抗美國 整個世界的大勢 現在可以說已經是筆裡分明 未來世界將會形成兩大集團 如果拜登處處向中國進逼 我相信中國也會採取各種行動 令到全世界其他國家必須要選邊站 這一點來講 將會令到其他國家相當為難 大家可以看到 除了法國、意大利之外 其實韓國、南韓方面也已經表態 他是不願意站起其中任何一方 所以拜登現在這樣的做法 其實長遠來說對他相當不利 因為那些國家最終要選擇其其中一方的時候 拜登可能會發現原來他真真正正的盟友 其實不會太多 另外現在新冠疫情肆虐 各國的元氣大傷 我相信所有國家在經濟利益方面 亦不想失去中國龐大的市場 亦不想失去中國貿易夥伴 所以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 亦不利於拜登結盟 亦因為今次七大工業國會議 拜登未能收到預期的效果 西方傳媒現在報道 拜登可能在未來一段時間內 極可能在十月 有機會與我們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議 假如到時來說 雙方會否令中美關係得到緩和 我們真的要拭目以待 多謝各位 你快樂 vacuum 你快樂 你快樂 小明天 你快樂 感谢观看